欢迎收看港澳区会线上安息日河 让我们一起研究上帝圣言 今季的题目是《以忽所书》 而今课的题目是《为主暂立的呼召》 开始的时候我们先请暂志凡牧师做个吐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感谢你给我们有一个美好的时刻 打开你的话语 一同的研究 愿圣灵与我们同在 帮助我们明白当中的信息 好叫我们能够为主暂立 能够响应主的呼召 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圣名祈求 阿们 今课的全新节记作在《以忽所书》六章十到十一节 我还有没了的话 你们要靠着主 倚赖他的大能大力 作刚强的人 要穿戴上帝所持的全副军装 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 因我们并不是于属血气的争战 乃是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 管车者幽暗世界的 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 所以要拿起上帝所持的全副军装 好在磨难的日子 抵挡仇敌 并且成就了一切 还能暂立得住 所以要暂标 用真理当作带子蓄腰 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 又用平安的福音 当作预备走路的鞋 穿在脚上 此外 又拿着信德 当作盾牌 可以灭净那恶者一切的火箭 并戴上救恩的头盔 拿着圣灵的宝剑 就是上帝的道 靠着圣灵 随时多方讨告祈求 并要在此警醒不倦 为众圣徒祈求 也为我祈求 是我得着口才 能以放胆开口 讲明福音的奥秘 我为这福音的奥秘 作了所念的使者 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 放胆讲论 保罗在以法所书的结尾 发出了战斗的号召 督促信徒们 在教会和邪恶的斗争中 站稳脚跟 保罗以靠着主 作刚强人 这样的劝告 作为开始 并重新要 穿带上帝所赐的 全副官装的呼吁 他透过明确的目的 就是能抵挡魔鬼的诡计 他也提供理由来支援这个呼吁 因为这一场的战斗 是针对强大的熟灵气的邪恶力量 然后保罗重新 发出了战斗的号召 而今次更加的详准 信徒用拿起上帝所赐的 全副官装 以便在战斗中 浸穿脚跟 装备腰底 护衫镜 骑子 盾牌 头盔 和保剑 保罗也邀请今天 全副官装 准备进入战场的信徒 做古代士兵上战场时 所做的事 那就是祈祷 透过呼应救星机里面 战前动员 或者战前讲话 保罗从军事冲突 和武器的装备的角度 谈论了教会的使命 保罗在他第一个 总体性的命令中表明 我还有没有的话 你们要靠着主 依赖他的大能大力 作刚强人 教会食经里面的战前动员 就反复强调了以下几点 即是以斯人在战斗中获胜 并不取消于他自身的武器的优势 或者是军队人数多于敌人 相反 胜利的结果 源自依靠上帝的同在 和大难 成功的关键 不是对自己有信心 而是坚定地 相信上帝的能力 和他对他们成功的供应 保罗大胆地利用这些教训 来劝继信徒 他劝继不活了 一 积极寻求完成教会的使命 第二 注意影响他们生活 和战政的不可见因素 第三 认识到上帝 对他们成功的供应 第四 留意信徒之间合一 和协作的重要性 保罗警告说 我们不是同属肉体的敌人增战 也和超自然的力量争斗 这个对于我们唯一的胜利盼望 只有依靠在高天之上的基督 因为 除他以外 别无拯救 保罗用一个强而有力的战斗口号 结出这封信 把整封信 很重要的主题信息 和想法集中起来 他首先宣布这个结论首要的主题 并以指挥官发起战前动员的口问提出 我横有微了的话 你们要靠着主 倚赖他的大能大力 作刚强的人 这段的经文其余部分 即是以课所书的6章11到12节 说明了和解读了这个的大主题 保罗用靠着主 倚赖他的大能大力 作刚强的人 这句话 指明了基督是信徒能力的源头 因为主是指基督 这个和以课所书其他的教训是一致的 教会的力量 在于他那位服务之主的全能 这个是他战场上的统税 保罗在以课所书6章10节 重复运用大能和大力 这两个同意词强调他的观点 教会要展示的能力 并不是信徒本歌有的 而是被赐予的 他是来自主 来自基督 保罗在这里总结了这封信的一个重要主题 就是上帝和信徒分享的能力 当前和未来的每一场斗争中所需要的力量 都可以在信徒和复活及高举的基督之合一中得到的 虽然保罗在最初的命令当中宣布基督是为信徒提供力量的源头 但是上帝的三个慧格都在帮助他们与邪恶的属灵力量斗争的 父上帝提供他们自己的武器作为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 在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 保罗已经详明圣灵在加强信徒方面的积极作用 他祈求上帝求他按着他封善的荣耀 借着他的灵 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 另外信徒要手握圣灵所赐下的宝剑 因为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七节 那里讲到圣灵的宝剑就是上帝的道 听者遵从在六章十八节那里 讲的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 保罗希望所有的听众都明白 三一真神正全力装备他们 与这些邪恶的势力作战 在保罗的书信里面 他经常使用军事的用语和异仗 比如罗马书十三章十一到十四节 他这样说 在者你们晓得 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 因为我们得救 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 黑夜以心白袖将近 我们就当脱起暗会的行为 大上光明的兵器 行事怀人要端正 好想行在白袖 不可谎言醉酒 不可好息邪当 不可增径质道 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 不要为肉体安排 去放纵私欲 贴杀落尼家前书五章六至八节 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 总要警醒紧守 因为睡了的人事在夜间睡 聚了的人事在夜间醉 但我们既然属服白咒 就应当紧守 把顺和外当作护心镜遮凶 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大上 哥林多后书十章三到六节 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 却不腾作血气争战 我们争战的兵器 本不属血气的 乃是在上帝面前 有能力 可以攻破管固的盈类 将各样的介谋 各样拦阻人 认识上帝那至高之时 一概攻破了 又将人所有的三意夺回 使他都顺服基督 并且我已经预备好了 等你们拾均顺服的时候 要执犯那一切不顺服的人 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 经常使用军事用语和异仗 来邀请信徒们 仿后士兵的行为 二法所书六章十到二十节 算是他最长 而且最集中使用军事原语 来作写作的经文 但从中却可以看到 他理解福音故事的主要方式 在十字架上 征服了执政的 掌权之后 被高举的基督 现在从他作为 胜利的主的宝座上 实现了这个胜利的结果 然后基督招募他的门徒 作为宇宙大战的士兵 并带领这一支光明的军队 走向胜利的达日 保罗经常提到的 宇宙之战的主题 也是以法所书的一部分 他呼吁信和武装起来 在号召里面 他将他用过的宇宙大战 的元素结合起来 就是上帝将大能大力 赋予信徒 而基督 战胜并高于一切的权势 而那些信徒是一群 曾经死在过犯里面 而復活的关队 现在却因他们拥有 崇高的主耶稣的认同 而获得能力 得以同他们以前 黑暗的主人作战 接下来 教会的作用 是向掌权者 揭示他们即将来到的厄患 保罗同时都呼吁信徒 穿上福音的白衣 所以当被呼召 穿带上帝全副关装的时候 他们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 而且已经拥有 获得胜利所需要一切的装备 和供应 我们需要的是对 参与基督最终胜利的应许 保持坚定的信心 是的 我们需要在参与基督 最终胜利的应许中 保持坚定的信心 胜利就属于我们 我们教会中有一首歌 叫做《暂立为耶稣》 我们刚才所阅读过 《以忽所书》的六章 十到二十节 请大家留意一下 保罗每次使用这个动词 暂立的时候所用的词性 我们必须在古代战争的背景之下 来理解保罗关于军事的比喻 暂立这个词 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动词 是不是暗示我们 只需要采取防御性的姿态呢 修昔底德 是一位伟大的古典战争文学家 他的著作中包含的战前演说就强调过 如果一方要取得胜利 必须采取三个连续的行动 第一 士兵必须向敌人靠拢 这个意味着他们必须进到敌人的面前 第二 他们必须进攻 并且暂立得稳 或者在我们的阵地 扼立不动 去与敌人交手 第三个最后一个 他们必须击退敌人 古代战争最关键的时刻 就出现在这三个动作当中的第二个 当两个对立的方阵 在可怕的铜器、木头和肉搏声当中争斗的时候 古代的作家维克多·戴维斯 就形容这些为可怕的碰撞 这个时候能站稳脚巾 在这个战略时刻坚守阵地 是古代战争当中最艰难的任务 在接下来的近距离争斗当中 敌对的双方都会为推进一步寻求动力 保罗的号召反映在战斗当中 士兵们勇在一起 近距离发出 并且受到数百次的攻击的情景 这一点 保罗将教会与敌人的战斗描写为一场 衰交的比赛 因此保罗在第十三节中 使用了动词暂立 这个强化形式的抵挡 好在磨难的日子 抵挡受敌 这不是一个放松的姿态 暂立 就是意味着積極地参与战斗 在近距离的战斗当中 使用各种武器 这个在保罗先前的劝勉 即是《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七节当中 所说的 暂立得稳 为所信的福音 齐心努力 这表达得极为明显 当基督徒在加入教会的时候 就自动参与了一场宇宙级别的熟灵战争 选择自己的立场是极其重要 真正的基督徒是选择和上帝站在一起的人 以至于保罗在《以忽所书》六章十一节 十三节和十四节当中 三次呼吁基督徒要为上帝站稳自己的脚跟 因此 保罗叫我们要认清各种邪恶熟灵的势力 我们一起看看保罗怎样说 《以忽所书》一章二十一节 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明的 不但是今世的、年来世的也都超过了 《以忽所书》三章十节 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 现在得知上帝白观的智慧 《以忽所书》六章十二节 因我们并不是与熟血气的真战 那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核者幽暗世界的 以及天空熟灵气的恶魔真战 《以忽所书》六章十二节 保罗讲到我们的战争 他使用了一个希腊字 代表衰交手之间的竞争 衰交被认为是战前最好的范围 因为他类比两军对战的时候打斗情形 保罗在此强调的是 迅速和邪恶势力进行零距离斗争的现实 接下来的图表就列出《以忽所书》一章、三章 和六章里面各种邪恶属零势力的含头 在一章里面出现一切执政的 三章执政的 第六章出现执政的 然后一章讲到一切掌权的 三章掌权的 六章掌权的 然后一章出现一切有能的 对比六章出现管核者幽暗世界的 然后一章出现一切主治的 对比六章讲到天空属灵气的恶魔 然后一章里面再出现一切有名的 在保罗广泛的描述里面 他确实肯定一切有名的 和天空属灵气的恶魔 一切的邪恶和超自然的力量 都臣服以基督 然而在一切的战斗里面 低估对方的实力 绝非正确策略 保罗警告说 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人类敌人 而是由狡猾的魔鬼所领导的 天空属灵气的恶魔 保罗提醒伊佛所有信徒 和我们所有人 基督徒并不止是一群 聚集在耶稣的阵营里面 蒙得救的人 刚刚是相反 保罗坚持地认为 一旦基督徒加入了上帝的角度 他们就参与了保卫和推进的工作 他们是上帝的角度的征兵 虽然我们必须对强大的敌人 保持警惕 但却无迫要被他们吓到 基督徒的权柄和力量 并不是源自我们自己的肌肉 规格武器 战斗技术和策略 而是主耶稣 上帝在战斗中和我们同在 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武器装备 即是上帝的全副冠装 上帝将他的真理 公义 和平 信心 教肃 和圣灵 放在我们里面 有上帝在我们面前 而我们从头到脚 都有上帝提供的冠装装备 我们就不可能失败 愿意我们都成为基督征兵 争战向前行 今天听完鲁伟牧师的分享 我们用怀爱论 评于宣布其中一段的内容 再一个简单的总结 我们的工作是进攻性的 我们身为耶稣中心的战士 必须举起血染的精旗 冲进仇敌的堡垒 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真贤 乃是与那些执政的 掌权的 管轄者幽暗世界的 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真贤 我们如果同意解除武装 放下那血染的精旗 成为撒旦的俘虜和奴隸 或许能摆脱战斗和痛苦 但这种平安是靠失去基督和天国得来的 我们不能接受这样的港和条件 我们宁可作战直到世界历史的结束 也不值贵道和犯罪来换取和平 各位 下远我们都能成为基督的征兵 会应祂的呼召 穿戴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全副军装 一是为主站立 以靠祂 真贤向前行 今课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 下课的题目是 成就和平 结束的时候请谢牧师做个吐告 多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